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 我也在这个频道分享股票投资的方法以及存股标的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 早日摆脱朝九晚五 买向财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近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 存股的精神就是用存钱的心态来投资股票 买进股票后长期持有 靠公司发放的股息来创造现金流 这些标的可以是值利率高的金融股 电信股 传产股 或者是ETF 今天的影片从股价试况经营绩效 经营稳健度 值利率 带大家了解所有传产类股中颇富盛名的水泥股 包含雅尼以及台泥 探讨以上两家传产水泥股谁比较适合存股呢 在此之前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后打开全部通知 以便观赏下集更精彩的分享 拥有成长题材一直是 台湾资本市场非常注重的利多 过去拥有这种特质的股票大多是电子股 资金当然都聚集在电子股 而传产股在2020年第一世纪毛利率就开始跳升 只是市场并未发现 直到公布财报才惊绝 再加上电子股涨多 杂音也变多 一来一往促成传产族群的热度 另外传产股有一种稳定的特点 比起其他产业的股票 股价也不会像其他成长股票或者是景气循环股一样 容易起起伏伏 所以综合这些特性以后 我们也会开始注意到创产股的股票 今天要介绍的台泥雅尼都是长年以来稳定配息的好股票 纵使企业发生了一些营运的问题 也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获利 股价也能回到高点 亚尼成立于1957年3月 主要业务为产运销水泥以及塑料为主 如石粉为辅 公司在政府开放西晋后 是最早赴大陆设厂之水泥公司 现已在大陆构建完成绵密的产运销网络 台泥成立于1946年5月 主要业务包括水泥、纸袋、纸张等生产和贸易 台泥民营化后 由于账后大量基础建设的推动 与1970年年代起 台湾经济成长水泥生产供不应求 台泥的事业因此而繁荣 接下来我们来看经营绩效的比较 一般传长股中最常见的经营指标为 资产报酬率ROA和股东权益报酬率ROE 由于传产下面会有众多不同资产 包括生产、机台、房地产等 使ROA成为传长股经营指标之一 而股东权益报酬率对于传长股更为重要 也是巴菲特挑选股票的指标之一 资产报酬率ROA反映公司 利用资产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字越高代表资产活用能力越好 而股东权益报酬率ROE反映公司 为股东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字越高代表创造获利的能力越好 我们可以从表格看到 坦尼的ROA7.82%表现较 亚尼的ROA6.63%来得好 而在ROA方面也是坦尼的13.1% 胜过亚尼的11.07% 可快速判断出坦尼在经营绩效上相对突出 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试况 一般在评断股价时 最常使用的两个衡量指标为 本益比和股价净值比 一般本益比越低 代表公司目前赚取盈余的速度越快 可以越快回收投入的资本 而股价净值比越低 越有可能股价被低估 我们可从表格中得知 这两家船长股中 以目前亚尼股价45.45元 以及坦尼股价49.8元 亚尼的本益比较低为9.0 一般本益比在11下 表示获利能力惊人 净值比也是亚尼较低为1.07 另外亚尼的股价净值比 位于0.8倍到1.2倍之间 代表目前的股价在合理范围内 而坦尼的本益比较高为12.24 股价净值比1.41 原因为坦尼的业务持续成长中 市场坦尼的目标价格 较高反映在股价上 所以本益比净值比会高一些 可搭配影片后方讲述到的股票 值利率来做一个参考 总结来说 以目前本益比以及股价净值比来看 亚尼比坦尼更为超值 接下来我们来看值利率的比较 在近五年两大水利股的现金股利 以及股票股利配发金额 以台尼配发出的平均值利率6.86% 高于亚尼的5.53% 有表上可以清楚得知 如果喜欢股票现金双售的存股族 可关注台尼 近五年来除了现金股利之外 还有配发股票股利 分别为2.42元以及0.44元 算是不错的表现 而亚尼近五年来皆配发现金股利 平均现金股利为2.27元 再来我们来看 今年的股利分发状况 以2020年亚尼EPS4.7元 配发现金股利3.46元 盈余分配率为73.7% 以2020年台尼EPS4.32元 配发现金股利3.37元 盈余分配率为78% 台尼的盈余分配率比亚尼来得高 但两者相距不大 接下来我们用近五年的现金值利率 来评估个股的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 以亚尼近五年现金股利2.27元为例 便宜合理昂贵价分别为16倍 20倍 28倍的现金股利 所得出的价格就是表上所示 以亚尼目前价格45.45元 约瑞落在合理价范围 也验证影片前段所述本益笔 禁止笔判断出合理价的范围是相同的 以台尼目前价格49.8元 约瑞落在合理价范围之上 以上就是两家公司的股价范围计算 至于以此方法不考量股票股利的原因为 股票股利配股价值会随着股价而变动 所以在这边以不考量股票股利 而所得出来的值则会更加严谨 综合以上指标来看 谈宁在经营绩效以及值地率比亚尼好 而亚尼则是在股价试矿上表现的较为超值 两家水泥公司的获利都相当不错 可等待价格跌落至便宜至合理价格区间 在进行存股会更稳当 以上是两大传产的今年表现状况 股民可以依照影片中的数据作为选股的参考 规划财务后慢慢买进 达到存股的目的 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不妨帮我们按个赞 加入订阅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 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 最后三本来的频道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资料整理盖部构成 购买 出手 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麻烦并点开小铃铛 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8点准时发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